HELLO 大家好,我是老宅 今天是來分享羅姆爺超二的心得 雖然說前陣子就已經可以掛超二了 但太多東西欠著沒有弄就一直沒有剪接 那來給各位簡單講一下超二的重點 以及分享我自己掛超二的兩個陣容 羅姆爺本身的強度不算太高 但是超二難打的點是在於維毆 羅姆爺的一技能連同四人攻擊 菲魯特的一技能連同一人攻擊 健身一技能也會連同一人攻擊 尤其是開場羅姆爺的那一下 如果防禦不夠的話都會直接被秒殺一個人 那每次輪到羅姆爺就被秒殺一個人 所以打超二的重點有幾個 第一個是要能扛住進場的第一下 提升防禦或是神明都可以 第二個是單體高爆發傷害 如果你直接將羅姆爺秒殺就沒有問題了 第三個是範圍攻擊 如果你秒殺不了羅姆爺就把其他敵人都打死 只剩下羅姆爺傷害就差很多 第四個是控制技能 既然羅姆爺會圍毆你 那你就把他控制住就沒有問題了 分享我掛超二的兩個陣容 第一個陣容比較豪華一點 劍聖、尤里、太陽公主、黃EMT、貝蒂 劍聖、尤里、黃EMT是氛圍攻擊 貝蒂是單體爆發跟控場 太陽公主放buff 這個陣容的造價比較高 新手可以忽略去看第二個陣容 第二個陣容比較平民 雷姆、尤里、太陽公主、紅拉姆、貝蒂 雷姆隊長技增加全隊防禦 紅拉姆的技能也可以增加全隊防禦 尤里的範圍攻擊打掉上下兩個小兵 太陽公主上buff 貝蒂負責爆發傷害跟控制羅姆爺 這個組合應該比較平民一點 基本上你只要第一輪的時候 拉姆有放到防禦增加 就不會被羅姆爺秒殺了 後面就很好打 尤里也不一定要覺醒這麼高 主要是吃他的buff跟範圍攻擊 那其實這一篇主要是想分享自己的打法 那如果你有更平民的組合呢 也歡迎分享出來討論唷 如果以上的內容有幫助到你的話 可以幫我點個讚跟分享影片 想看更多內容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打開小鈴鐺才不會出過新影片通知 有任何建議或出問題都可以留言給我 我是老宅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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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